謝謝主席,我先隨機請為法務部長蔡清祥,蔡部長有請 請法務部蔡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我想讓你看一下PPT上面,Air China跟China Airline,這差別在哪裡?你分清楚這兩者的差別嗎? 當然英文的公司 他們的中文翻譯是 China Airline是我們的中華航空公司,Air China是中國的 中國航空 他正確的中文名稱我不曉得,但是屬於中國的 是,好,部長請回 謝謝你 我想,部長是答出了證解喔,就是 China Airline是中華航空,Air China是中國航空 當然我們常常在做華航,所以我們常常在聽說China Airline 我們台灣人知道China Airline是中華航空 總是我想外國人要搞清楚這兩者的不同,我想是非常的難喔 呃,所以齁,我想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 那其實,在這次疫情那麼險峻的過程中齁,其實我們台灣都叫China代水的,都是China人的貨 那我想,下一頁,我想在這一陣子的很多的這個,媒體的這個頭條,都是 呃,像說,印度飯店聚中國人,台商持中華民國護照受干擾,等等齁 什麼ICO二稱說,中國台灣省外交部搶打押台灣的幫兇,什麼越南防武漢肺炎,也把台灣當大陸,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義大利,當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齁,那我想,呃,再下一頁,呃,很多的這個媒體的這個報章,呃,標題喔,都是跟中國,我們都叫中國China代水齁齁齁,所以,咁起很多人的誤解 那我想現在要有請那個蘇院長 委員長好 委員妳好 妳演藝我演藝很漂亮 台語朋友那麼好 剛才跟議長探討這個協力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很了解 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公名 我們的Republic of China 我們的公名英文的翻譯叫做China China這兩次 向國際上是十五次 對我們台灣這個國家英文的名字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很多困難 我相信這你同意嗎 妳如果要記憶 一陣前衛法總議 妳有對阿扁去跟飛車 我們人家賺很多錢 把他們蓋很多建設 要整天飛車的小朋友跳舞 要把道席阿扁總統 一直畫China 在這裡感覺說 人情做對沒辦法補給 對 所以我們還要繼續China下去嗎 所以我是認為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今天猜一個 像我們的中華郵政 其實我們的中華郵政 我們的英文名叫做中華Post 我們的中華電信 叫做中華Telecom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不一定要叫中華什麼 我們就要叫做China 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英文名 其實是可以做條件的 所以是不是 如果教授說 我們跟我們台湾國名的英文翻譯 改做Republic of中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在國際上是不是就有別於China 可以讓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在國際上讓人比較了解 也讓人不會去做五次 委員長你認為呢 委員你太年輕 所以你不知道過去 其實在前一月我做行政議員的時候 我已經將 很多名字改過 後成功後又改回來 像你剛才說的這個中華郵政 當時我已經改做台灣郵政 而且發生第一張郵票 第一張郵票就是228 都有啊 但是買了又改回來 那時候我們的嘲笑也大 第二點 你還記得本來我們 投影機場叫做 中政機場 我們改做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這個成功啊 所以 其實 很多東西 要改名 一路民 要有那個實力 一路民要有全體國人有共識 第三 看輕重反擊 實在說我感覺這時候 台灣是擬聚國力 讓世界看到台灣很厲害 那台灣越來越感激 像說這次疫情 全世界就說學習台灣經驗 台灣是典範 就一直說台灣 所以我的感覺 改名這個東西不是現在最要緊的啦 盡最要緊是把鎖護國民健康 讓台灣國力發展 讓台灣一直有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我們大家就說那邊比較站穩人的 我們如果台灣過得到 讓它越久越久 有一天一定台灣 改名要有全體國人共識 了解 一定 不是那麼緊 我不是說不用 我剛才覺得我剛才套過這坡 摸一床都人氣可用 說是我現在 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所以改名不改名我也在做 因為這是改英文的反應而已 對啦 我是感覺 沒有壓力吧 你們這也不涉及修憲的展出嘛 這是英文的反應 我覺得是台灣不知道可以存在嗎 存在好 台灣大家都覺得 這個土地勢難勇難 我們就當台灣人很幸福 台灣的政府有在保護人民為最優先 大家都一直覺得我們是同舟一命 到那時候叫什麼名字 那水到渠成 現在這個名字有時候會困擾 但不是現在最急的事 對 院長當然很困擾 所以我們說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不一定要現在解決 總是我們要想辦法 看怎麼來處理 包括我們今天中研院 研發現在15天就可以快篩試劑 像說我們有發展出疫苗出來 結果中國都把我們的成果接收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中研院的英文名 這不是英文名 是拉丁語 叫做 Academic Sinica 那Sinica的意思就是 你拉丁語怎麼這麼說 哇 你是怎麼 這Sinica就是中國的意思 反應起來 你如果把這個拉丁語 等去Google英文來反應 也就是 Chinese Academ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因為這個英語的問題 所以都是China Chinese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是台灣 也會讓中國這樣順便接收起來 讓我們鎮夾 所以我想說這個事情 當然 現在疫情為重 但是重視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好好來做研究 在這個貪担的時候 他給我們氣負很久了 吃豆腐也很多 你們說怎麼在WHO 中國的代表就一直說 他在顧台灣人的健康 這個話就跟他說 還要用我們的名字 加過 不過 總是台灣走到港 民意漸漸走到這裡 你看現在連中國國民黨 裡面也在討論說 他的九二共識 會詮釋他要的條件 所以 我的感覺 就 要緊的是 人民很好 國家很好 我們很好 像這次我們做得好 全世界都說這是台灣典範 台灣今天 這很好 好 議長我清楚我們現在防疫優先 總是本省這樣拿這個意見 也是說可以賺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全國人民對這個事情 人家是最有強勢的 這其實是更動成本最小 效益看起來是最大 賺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英文名 向中國脫鉤 我想這是本省的建議 讓議長參考看看 好 另外我想要向議長更好 如果要改就 製造台灣 不是畢製公 或者中化 就不用再改到麻煩麻煩 如果改不過 乾脆這次不用不用 這次先來 過國際民生 因為當然 我們都想說 我們的最高希望 當然是要改製造台灣 不然是這個過程 我們知道說 在國內 在國內 就有兩次的反應 我們想像得到 所以中化應該是一個 最大公約數的詞 就是說 我們蔡英文總統也說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我相信 當然是這樣 就想說這個過度 可以向中國做區隔 這是我們想想的方式 那不行 因為中化是用 北京去打 人家聽中化 原來是這個 世界白國的 他感覺到鄉鄉 從中化 連到台灣是比較出名 所以 我的意思 如果不再了解 就這樣 有一天 我相信會順順 像臣 臣 臣就越來越出名 但不再了解 臣就測試 這不是最要緊的 就這樣 大家 力量團結得好 有的全在說的消費 你看測測就不死 好 了解議長 好 道謝 我想 當然這是 地方很多人的心聲 當然說 我今天會透過這個時間 跟議長做的歡迎 當然我也願望 議長 你剛才說話 我們該做台灣 這是最好的 這也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好 我想一個月向議長探討的是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事情 坦白說 這個接近 讓我們的辦公室 不一樣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五一勞動節 其實是一個紀念 我想議長應該很清楚 所以 因為紀念 一百八六年 美國之家庭的勞工 又要清除 合理的工 工作時間 所以 警察 無力來頂阿 的紀念 所以我想 國際勞動節 全世界有八十幾個國家 其實都改動 全面放假的 就是所謂的國定假日 不過 我們台灣 並沒有 我們台灣就是 我們只有 劉金放假 所有的 在公司上班 劉報的劉金放假 簡單說 所以做的事情 其實在這個 很多工作的行動 有不一樣的混亂 你想說 我們今天 金融業有放假 不過 我們公務機關 是沒有放假的 所以 有很多業務 沒辦法連接 你想說 我們公立幼兒園 公立教師 要上班 不過 教保員 不用上班 廚工也不用上班 人力就很難安排 包括 你像私幼 私立幼兒園是放假的 所以 託私幼兒 不用上班 問題是 我家裡 我伯母 我有可能 我是公家人員 我愛上班 結果我的兒子 不用上班 所以 這也有 安排最沒有人照顧的問題 包括 我剛才說的 學校的土工雄家 營養父餐公益 發生不太困難 要跟人力調度 還是說 學校沒有放假 我們六工的工廠 要去接送學校 孩子 頂頂這些問題 我想 我們 一個 教育的意義 就是 除了 讓家庭 可以透過教育 每個人 有一個休閒 親子的教育 這也是家庭教育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當然也是 讓大家 可以 同享天倫之樂 所以 醫生你在 今年我們的村子 你就這樣 很接地氣 放七天 大家很高興 享受這個年教 對我們八歲來說 其實是真真正 不是小缺性而已 有時候是大便利 所以 是不是可以好好地 來修科 為了勞動節 來改做 國定假日 因為它的影響 暫明 其實說的 是最小 因為 我們的經濟面 其實都是學校的 所以其實是我們的 軍公教 來繼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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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來 所以我想議長 你不知道 對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勞工朋友的 辛苦 和經典 我們應該要做 在重要的 勞工 這日 讓勞工 可以辦公 這也應該要做 不過 在一個國家 這個 縫有 到底是要幾天 安裝要讓大家不只是獨立 封鎖是獨立 大家可以同步 這就能夠好 所以優管這個封鎖這個經營 所參選如果有無所謂的所得到在安裝 更好 換來這主管機關來做同一的規範的可憐 我先請部長給你報告一下 好 謝謝 其實這都有在研究 不過我們在考慮說他的我們的經濟欄 我們跟國際的接軌要怎麼接起來 另外就是我們整個方便想 最主要跟勞鎖的勞動價值 這都要整個考慮 整個考慮就要整個就說 包括放到一年我們放多少 我們整個競爭跟什麼程度的時候 這有很多部份都要到庭來研究 因為您說 部長我了解 因為當然這次的國長要制定 一定是要很多戰免的時刻 總是因為這個無緣勞動局來到蘇西全面放假 其實我們影響的其實就是所有的公務機關而已 其他的其實是不太影響 其他原地的辦公室 所以我相信這是最簡單 最簡單的出力的工作 我們也透過這個辦公室 讓我們的孩子知道 勞全教育的要緊 來紀念這個無緣勞動的國際勞動節 所以我都說無緣勞鎖很重要 這也是考慮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無緣勞鎖 所以可以全家放假 這也是一個交停鎖的一環 所以要拜託我們議長 拜託我們部長 好好來思考這個家 無緣勞動節要搞了 我想今年的無緣勞動節是敗五 所以如果跟今年的無緣勞動節 可以全面放假 這樣我們的八歲還有五六日的三天連假 我想對八歲沒有來的 喔 蓋了